1956年,這條寧靜的運河,即將成為國際變局的引爆點 毫無預警下,三個軍事強國,先後對埃及進行突襲,震驚全球 他們的目標,位於中東的蘇伊士運河 這條全球貿易的命脈,瞬間變了國風吹之若傲的戰利品 他能控制蘇伊士運河危機,一場打破世界秩序,影響到今時今日的重大事件 他標準著大英帝國的衰落和另一個國家的崛起 為什麼一場戰爭會為美國奠定今後世界霸主的地位呢? 站在超級大國的角力之間,弱小國家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呢? 世界的貿易主,因為是為曾經出動 平台發表了,他國在用它 英國和白 nations都要預先結束了 英國的國安法的人在攻擊 英國會監控了這條附近的警方,我們都要歡迎 -地下宣服 -地下宣服 各位不正常來大家好,我是明仔 美國是世界一哥,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從何時開始,全世界仿佛接受這一個事實 就是由這一場仗開始 蘇伊士運河危機,又或者是第二次伊亞戰爭 究竟為什麼各國會因為一條運河而引發戰爭呢? 埃及是怎樣一打三的情況之下踢走歐洲列強呢? 為了幾百年的日不落帝國 是怎樣令自己的一哥地位徹底還滅呢? 喜歡這類題材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另外我們會首次絕密公開 究竟平時製造一群不正常人類 是要經過多少後期展示的一個步驟呢? 想知道的話記得看到尾了 有一件事叫做 就是Network 什麼鬼話 首先我們要回答一下 飛去北非一帶一個充滿神秘感的國度 埃及 埃及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呢? 很大原因是因為這條線 利羅河 這條生命傳源提供了農生產的可能性 自古養活了很多人 不過在1870年 一條更重要的線就出現了 在旁邊 蘇伊士運河 而它的出現呢? 在地理上完全是無中生有 1869年之前這條運河還未出生的 當時任何船隻如果想由歐洲去到印度或者亞洲的話呢 是要繞過整個非洲 走過二萬公里路才到域的 路程遠不再畫下了 中間可能會遇上海道 會蕩膝路 或者會遇上暴風雨 所以歷來呢 由這一道去這一道 歐洲人都有習慣不會直行的 而是將好網角當作補給站 中途休息 休息 休息夠了才出發 但是這樣做就大大延長旅程了 平均單程要70天 那機關算盡的商人就在想 這樣很不划算 怎麼可以縮短路程降低成本呢? 一位法國的外交官就想到一條狂勢絕招 不如在這一個位置 鑑躲一條捷徑出來讓船走 那就不用再兜過非洲 直接由地中海過大大縮短路程 連埃及領袖都覺得good idea Let's do it 於是埃及人和法國人合資了這間startup 蘇伊士運河公司去開發這條海路 還授權99年的營運特權 二萬個工人一刮夜刮 十年之後的1869年 一條由歐洲通往印度的highway正式開幕 蘇伊士運河大大縮短路程 本身是需要兩萬公里旅程的嘛 現在? 直接減半 70天印度之旅? 現在30天就夠了 人力物力燃油成本全部都降低 代表更多的船運 更多的錢 潛在商機簡直是難以估計 不過埃及呢 就洩了底了 完全領不到這塊肥豬肉 都未來得及等這條河的盈利爆發 已經身陷債務 搞到要四出找金主填債了 結果1875年 埃及將蘇伊士運河公司的股份 賣了大部分給英國人來套現 這間公司的這塊餅呢 從此就分了三個了 法國就佔52% 英國就佔44% 而埃及就變了小股東 和其他投資者只是佔僅餘的4% 不久之後呢 英國還駐兵 一直守著這條色生金蛋的航道 而埃及都慢慢成為英國的保護國 直到一戰之後 埃及取得獨立 英軍1936年就同意逐步撤出埃及 條件就是讓他們繼續駐守 在這條雲河多20年 因為實在是太重要了 二戰之後 中東還成為了西歐石油的主要供應商 整三分二的中東石油都要經這條河 所以無論是賺錢還是延伸影響 對於很多歐洲大國來說 特別是英國都很重要 好了 這條雲河的重要性呢 你知我知 埃及人也都知 而一個人的出現 將會對英國這個如意算盤 靠成直接的威脅 這個人叫做納斯 當時他連同一批軍官 推翻了埃及的國王 上位做了總理 1956年還坐正位 做了埃及第二任總統 新官上任很有野心 其中三樣是比較突出的 第一 消滅西方的影響 推動埃及自主地位 第二 增強埃及的軍力 有朝一日希望打殘以色列 再統一阿拉伯國家 有興趣想知道為何要這樣做呢 可以按入我們之前的一集 第三 在國內的阿斯王建造一座高伐 阿斯王高伐 是當時埃及經濟發展關鍵的重要項目 為甚麼呢 剛才已經提過了 尼羅河之水而養活那麼多人 是因為河邊的泥沙夠濕潤 營養豐富 令到周邊的地方適宜種植 但河也是一把雙印刀 洪水過高就會摧毀農作物 洪水過低水份過少 農作物也會死掉 所以要穩定農業 從而穩定經濟 就要找方法控制尼羅河的水流量 換言之 阿斯王高伐就是流量物碼 不過野心越大就會越貴 當時埃及只能夠說一句 哪有錢啊 想發展唯有找金主量先 金主在哪? 網網區內這些中東國家 自己都未搞定 今天唯有走出去 走遠一點 遠到地球的另一面好未? 見到有班白人拿著銀子 正在跟他們揮手 為何立室會看中美國人呢? 西方勢力來啊 雖然美國都是西方國家 但美國和歐洲的殖民勢力不同 美國主張的是反帝國主義 認為大英帝國那種殖民的行為已經過了事 所以在這方面呢 和埃及就很對 其實美國人當時也積極想在中東插旗 試圖通過和其他中東的國家建立關係 對抗冷戰時期的頭號敵人 蘇聯在中東的影響力 那種種原因之下呢 兩個國家一拍即合 在1955年美國就為埃及解鎖了一大筆資金 承諾會撥款五千六百萬美金 連同World Bank提供的二億美元貸款 課金支持埃及 一個可以用錢來買影響力 另一個又可以透過搞基建 搞經濟加強自主權 Win win 是不是? 本來是的 但是有個問題 立室任內其中一個目標 跟美埃關係是構成了直接的衝突 立室其實由五十年代初 已經想逐步增強軍事力量 其中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跟美國買軍火 讓軍隊可以現代化 但是美國居然不肯定 為什麼呢? 因為在Uncle Sam的角度 你跟鄰居意識你不對 已經是皆知何聞 萬一你槍頭指向鄰居的話 那我不是間接令二馬衝突升溫嗎? 錢可以借給你 武器就免問了 那立室收到封了 又怎樣做呢? 你不賣給我的話 那我問第二個 軍火箱在哪? 於是他就向東望了 看到有一班冰天雪地 都赤著上身的大隻佬 拿著機關槍 還有飛機大砲向他們招手 他們就是冷戰年代 美國的頭號敵人蘇聯 英美眼見你勾結頭號敵人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之前打算負金給阿斯旺建造的高霸撥款 立刻殺停滯 這下糟了 這單水壩工程 是立室改造埃及經濟的主要計劃 萬一工程爛尾的話 不是一鍋翹起? 那我還怎樣在埃及蠟燭? 進退兩難的局面之下 同時立室也看到最後的英軍都撤走了 決定搏一鋪 走了一步很大膽的棋 這位埃及總統就決定玩大他 你斷我米佬 我斷你水佬 1956年7月 在蘇聯的支持之下 立室宣佈國有化蘇宜士運河 將運河的所有權益 由蘇宜士運河公司的私人股東 全數收歸在埃及的政府旗下 用運河賺的收益 資助起水泊 喂,What? 可以這樣嗎? 在埃及角度 Why not? 將運河國有化 是完全符合國際法 但英法就生氣到核爆了 面那句 談好了給我們用99年 你有玩提早解約? 而深的一句 很可能是 英國人這麼大反應 不是無原因的 二戰之後大英帝國大勢已去 正經歷大規模的去殖文化 由47年印度獨立 48年斯里蘭卡 緬甸 以色列 很多地方都相繼 身取得獨立 在這樣的前置之下 英國人更想捉緊緊援的戰略地方 包括這條水路 但身為大國的他 有頭有面 很難直接攻打埃及 因為一定會被國際層面譴責 那難道由得他? 局勢越來越緊張 當全世界都注視著 英美如何回應之際 忽然間有個國家先動手 在最後 without warning Israel strikes Israeli forces sweep across the frontier into the Egyptian desert while Premier Ben-Gurian declares general mobilization 埃及宣布國 有罰蘇伊士運河三個月之後 他的鄰居 以色列軍 突然空降埃及西內半島 殺埃及一個措手不及 與此同時 裝甲和步兵都極速剷入來了 蘇伊士運河危機 正式上演 短短幾日之內 以色列就閃電佔領了加沙地帶 和西內半島近乎全部地區 全世界都在問 哇!發生什麼事? 為何以色列會突然攻進來? 答案不是偶然 原來是這條運河的前古東 所搞出來的大龍鳳 由這傢伙帶頭 其實由埃及宣布 國有法蘇伊士運河一刻 他馬上就想重奪運河 但英軍剛剛才在埃及設完兵 難道轉角頭又回去那麼兒戲? 所以就找了這壇事的另一個苦主 法國人 還有本身已經和埃及有牙齒狠的 以色列人約了秘密度翹 出師要有名 但明目的東西可以考納 於是計劃就這樣 以色列會先攻打埃及 埃及自然就會反擊 而英法就可以假裝 飾演和士佬的身份勸雙方停火 然後在過程中 英法就可以很smooth地控制運河 於是英法已簽完秘密協議之後 就照劇本進行了 而埃及一言英法所料拒絕了 打算死戰到底 這樣就行了 英法終於有個漂亮的藉口重返埃及了 英法就派了百多艘艦艇 二百多艘飛機 對埃及發動空中和海上攻擊 11月5日已經在蘇伊士運河北端 進行空降登陸作戰 英法即將奪回蘇伊士運河 眼見勝利在望 不過千算萬算 他們計漏了一件事 國際迴響 星期日 國際和法國政府 寄出了十分時間的奪回 伊士運河和伊士運河 現在進行兵攻擊 英法沒有調查到任何項目的行動 Eisenhower收到封就馬上氣爆了 身為盟友 開打你都不通知聲 你當我死的嗎 你以為你那幫過氣列強還在做事嗎 美國和蘇聯現在是處於冷戰狀態 Eisenhower最不想的就是 看到被人感覺他還和殖民勢力 在欺負初初獨立的國家 因為這樣做就很容易令到新國家歸邊蘇聯 而這一邊上蘇聯都已經開始警告 說你英法再不收手 可能會射火箭襲擊巴黎和倫敦 再者 美國快來大選了 形象很重要 所以Eisenhower就覺得 你不尊重我 我也沒有必要給你面子 美國政府就公開向英法議施壓要求收手 這個他們說會是一件事 一件事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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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威脅英國 會對他實施經濟制裁 啊 我們已經拋售英鎊了 這下就真的不說得少了 戰後英國的經濟是很依賴美國的援助 本身經濟已經不好了 那搞法的話 隨時滑散國內經濟 國際譴責下 美國的壓力成為了最後一根稻草 英法和以色列只好沒有引擎包袱走人 戰爭亦都宣佈結束了 這場戰爭標誌著大英帝國幾百年的霸權地位正式結束 現在真正話事的是他 美國 前美國國務卿都用了一句來概括 大英帝國丟失了一個帝國 而他還未找到自己的位置 Ouch 而英國呢 免同錢都輸了 儲備損失數千萬英鎊 國家貨幣也都面臨貶值危機 導致英鎊跌了15% 造成嚴重的經濟打擊 連當初的首相Edan都要引咎辭職 The Suez affair was a diplomatic disaster for the French and British Their action was seen as a spiteful gesture by two declining colonial powers 整個殖民體系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加速了去職 美國就搞到同盟無地自用 但在那邊就救了NASA 雖然納斯在戰場上 由頭到尾都是被人壓著來打 但溫河繼續由埃及掌控 他也很成功利用這次危機 令他成為全中東非洲的阿拉伯人 和很多新獨立國家的Superstar 一個打三個 三個有兩個都是適印歐洲帝國 NASA作為一個聰明的政客 立刻背起成功踢走外國勢力的招牌 變成了民族英雄 奠定在中東的一哥地位 不過還有一點也說 爬得高就跌得重 正當大家都當是神感大的時候 立室將會在大約十年之後的六日戰爭 將所有面子一夜丟清 不過這些留待下次再說 有興趣的話 在留言的杰你加個火火emoji給我 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這裡 現在是有六部電腦六張桌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圍馬一起去討論 讓各部門的人都可以了解到個故事 說什麼 讓大家在同一個項目去做 我們這邊有一個scriptwriter researcher 他也是 這邊是graphic designer 這個就是有我們的editor slash animator 我這邊通常都是做editing 各自有各自的崗位 當Animator他做完事的時候 他想搬過來我這邊editing的工序 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要放進一個Hard drive 或者是手指上 或者是Air drop 這邊他們可能找到一些紀錄片 想放進去的timeline 又是要過些東西過來 這個工序困擾了我們大半年的時間 很多時候他過到過來的時候 才發現過漏東西 怎麼辦呢 他就要回去再過一次 免得失事 又或者可能Animator 他過夜過來的時候 發現原來有某些file 我已經有了 他又給我多個copy 那就會重複了 那就會很浪費 這兩個是困擾了我們大半年 令到我們其中一個 為什麼會出片出得這麼慢的原因 就是困擾了在這裡 其實我們有很認真地想過 有沒有可能是可以 將來無論多少個人都好 都可以同時間 access一個Hard drive 於是我們就做research了 我們就發現了 有一件東西叫做NAS 就是Network 什麼東西 啊 啊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OK 我們這幾個月開始就用這個QNAP的TVS H1288X 我們用了兩三個月 我們很想試完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更增加我們的workflow 我才跟大家介紹 現在是一二三四五六部電腦 同時間都有條線插在NAS上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Hard drive 8個Bey 每個Bey有16-18T 應該是幾年都不用換 變了就是說 Animator 它在我們的Project 那個Folder裡面 動了些什麼 加了些什麼 減了些什麼 我這一部電腦 我會立刻看到 是real time 現在是快了很多很多 而最近我們試到其中一個 新的優勢 這部NAS 就是當我們想拍旅行片的時候 我每天拍完東西 就上去NAS 就變了我睡覺的時候 其實香港的Team 是可以繼續 到我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 哇 已經起碼完成了七八成 無論是提升效率 和分隔兩地的workflow 我們現在都可以應付到 因為它真的太多功能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還可以怎樣去善用它多些 作為創作呢 我們花得太多時間 在非創作類型的東西上 譬如在一些技術上操作的東西 腦袋的創作壽命就會短 因為真的很累 你要理這麼多這些 過往大半年剪一條片 可能是說要五天 自從有了我們的workflow 完善之後 亦都有equipment去配合 曾經 unlock了一個很大的mouse stone 八天七條片 哈哈哈哈 他們已經領頭了 接下來我們很希望 就是可以一個星期 起碼出到一條片 當我們多些不同的talent 加入了我們公司 和我們的equipment 亦都提升了 我們的workflow 要更加完善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很可能的事